Hello大家好 我是柯尼钓手东南虎 今天我带来了我们柯尼公司的神木3 出来打黑 这个是神木3的重蕾762H的 长度是2.28米 我现在搭配的是这个CQ401的轮子 我身后的是一个小型的芦苇糖 是我一个钓友介绍给我的 说这个内面黑鱼比较多 我们今天用柯尼石木3代 我们搭配这个远头的挖 但是这个坑内米不需要太远头的挖 我们现在开始做钓 看看能不能钓几条体现大一滴的黑鱼 好 我们开始做钓 有这种角落泪米的话 我们的挖要打在草上 然后自然下落 很容易会有口 因为这个是个光水区 光水区的鱼 黑鱼是不怎么好钓 只能找那是角落泪米有草的地方 先打到芦苇上面 能不能钓下去 钓这种光水区的时候 把挖的幅度要抽大一点 动作要大一点 吸引它来攻击 走 来吧 哇塞 吃的蛮饱的这小黑鱼 好的 我们刚刚用柯尼神木山 钓了一条只条 大概有两斤重 两斤多 两斤多的黑鱼 这个钓子的药力非常好 一下子就把两斤重的鱼 都可以挑的飞起来 轻松上岸 好 OK 我手里面这只神木山袋 选用的是负质A缓 KW高强度的支架 那个冷座呢 是高品车的负质冷座 对我们的暴力阳杆 使到了很好的支持 让我们在重障碍区里面做吊 很好地发挥 哇 哇 鳌鱼 丢下去就即可 在那个鹿尾档里里 哇 漂亮漂亮 漂亮 漂亮 nice yes 掉了掉了 这条黑鱼好肥啊 应该有两斤半左右 我刚刚这个钢子就是 这一钢就打在那个角落里面 芦苇档里面 落水就击沙 下去就咬 太爽了 神木山袋 OK 刚刚用这个神木山袋 在这个赫米的小神堂子里面 我们连续掉了几条 这个神木山袋的表 整体表现是非常OK的 两三斤的黑鱼 在那个障碍区里面 直接一下子就扒出来了 这个神木山袋 值得期待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窗口 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